大家好,我是郭艾薛山 这个视频的咱们再度点评稀图泳池方向 那么像曝光股份今天再度涨停 能不能后来居上 还能不能持续向北方稀图五矿 广升盛河志愿下面无业 技术点评请供参考 不作为满满依据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稀图泳池板块指数 然后的话呢,稀图泳池 那么当前对于稀图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呢 第一个,咱们前面在昨天就提醒风险 提醒风险的基点呢,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它是连续的几度上涨 偏离五均,也面临短期调整的需要 那么今天的话实际上是属于继续十字星 昨天呢是属于高开十字星 今天呢是属于震荡的一天 震荡一天其实从趋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它指数的表达其实并趋势并没有走坏 但是的话呢,它连续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 那么今天伴随缩量 那么从指数看不出来 就是缩量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震荡的走法 但是放在个股上面来讲会发现明显的分化 那么对于对于稀土的话呢 个人认为它的一个炒作 其实到这个位置也到了一个风险点 这个风险点的话呢 就属于后面 它如果说哎 调整调整调整下来过之后呢 再考验一下资金接力 就是一口气下来呢 我觉得我这种这种走法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呢 如果回撤回撤一下 或者是震一下回撤一下 再有一个向上反弹一下 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炒 逻辑反暴 到时候看力度 力度强 那么呢 再往上 它也是进入后半段 如果说力度弱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阶段性的高潮 或者阶段性的炒作 也将高于高于段落 而且呢 从技术表达来讲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对于的是趋子撑 上方的话呢 高点和高点相连对于呢 是趋子压力 当前的位置呢 正好在趋子压力线的一个接点 这个位置呢 震荡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 那么后面呢 我们再来结合个股去看 如果对于一个板块的 有没有持续性 还有没有机会的话呢 咱们前面反复用三个维度 或者三个视角 第一个维度的话是资金 整个板块 如果保持持续的缩量 持续的放量 增量状态 那么就属于机会大于风险 一旦缩量 而且呢 持续缩量 那么就是风险大于机会 这是从资金的维度 好 第二呢 如果说指数没有明显的一个下跌 但是量能缩减了 内部来讲也是分化非常剧烈的 第一个是资金 第二的话呢 风向标 如果说呢 一个板块 一个方向才能走起来 那么它的风向标 这个风向标 它有双面作用 什么双面作用呢 例如说 风向标不断的进击 就举个例子 像昨天的北方稀土 今天如果说能够持续涨停 它就是进击 如果在那今天呢 它是一个高位震荡 那么如果说 但是呢 它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深跌 如果说出现高位和按钮 那么可能对于稀土的这种 向下的杀伤力会更大 所以说呢 今天稀土更多的是一种震荡和分化 好 这是风向标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说风向标有并且呢 不断的进击 或者不断的 有新的风向标 不断的接力 那么板块的活跃就会保持住 如果对风向标一旦呢 看不见了 那么先列出这几个反 反面的一个板块案例 像 增券 当前就是没有风向标 也没有资金 那么第三个维度的话呢 其实具体各国具体分析 其实从趋势的一个角度 然后再进行 跟踪 进行来看待了 就是它持续性等等 那么我们来看 对于稀土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是相比昨天是缩量 那么接下来看它量的能不能保持住 如果不持续缩量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震荡的做法 就属于前面的高潮已过 当前是属于震荡 震荡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它的节点的话呢 像前面 它有一个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平台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回落的深那么呢 还会有一次向上的反抽 如果是回落的钱 重点看后面的量能能不能跟上 支持说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像今天 包钢股份是成为唯一的一个涨停板 那么它的一个涨 就是对稀土发现的话呢 还有一个升心理能 当然像 包钢股份的涨停的话呢 它是跟什么有关的一方面 今天 一 它是属于业绩的一个公布 业绩公布的话呢 那么业绩大幅预生 预计公司 2021年1到6月份呢 归属上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是20个亿到28个亿 与上年同期增长 2281%到3233 就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话呢 它是一个 刀火索一个信号 业绩呢 是比较提振 比较提振的 那么对于稀土方向的话呢 其实咱们前面讲到过 什么板块更容易走持续性 或者更容易 不至于说一只油两只油 一个呢 就要看这个板块当中 是不是不是说只有一只股票 而是呢 一群股票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从板块本身来讲 有资金板块 从技术 技术之外的话呢 有消息驱动 或者是有政策的一个预期 如果说内部的话呢 它是一群股票 都有一 如果说有业绩的一个提振 其实像 不管是北方五矿 还是说像 盛河 曝光 它都是有整体有业绩提振的 那么业绩提振之下的话呢 今天涨停 通知的话呢 今天还有一点 它是属于 像整个钢铁方向 今天表现也是还可以 所以说呢 它是稀土抵较钢铁的 那么像今天涨停过后呢 它也呈现了三天两百的走法 而且呢 当前它是稀土方向 几只核心的标的当中 包钢 北方五矿 盛河 广深 下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微信 而且今天封板的力度 比较强 202万走的 这样的分担 分担过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因为考虑到它的位置呢 也在前高附近了 前高附近的话呢 其实它前面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呢 其实对它的定位 还是一种不障的逻辑来看 为什么呢 前面这一轮率先启动的是谁呢 率先启动是五矿 五矿已经 早已突破前面高点 再者的话是北方 北方突破前面的高点 而后的话呢 像 下面物业也是突破前面高点的 再者的话呢 像 盛河资源 和广深有事 那么也是 靠近前面高点单的有一个部长的动作 那么像包钢股份的话呢 它是部长的逻辑 加上业绩的一个驱动 再加上呢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维度 还是属于部长 那么如果说 在我看来可能 潜高 如果说明天有一个溢价 或者是有一个观影网上 如果说能够持续晋级的话呢 这是风向标的 形成并且呢 是晋级 它是对提振作用 如果不能 不能继续暂停的话呢 那么 一旦突破前面高点或前高附近 它就是一个 呃 承压的节点了 这是包钢股份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其实前面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当前它对于部长 作为一个部长逻辑来看 前面 在这样的一个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呃 压制 所以说呢 像包钢股份这样的个股呢 它想要走出 轰轰烈烈的持续性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有些难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北方稀土 那么北方稀土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今天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呃 龙头的光环在 前面呢 像是两年版 今天呢 是属于优算星 优算星呢 它美容不足的地方呢 像这来个股 只要不能两本就是卖点 咱们前面也是这样去点评的 其次的话呢 像今天日内最高 33块6毛6 好熟悉的一个价格 33 那么前面的话呢 在这那几点是 对于像北方 稀土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既然不能连板 就是偏零五军 偏零五军 可见词 偏零五军不可追 偏零五军防回调 只不过呢 它的量呢 还在 它的一个换手率还在 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金还是有一定的 一方面有资金分歧 有资金立场 也有资金接力 所以北方稀土的话呢 它是机构 扎堆 扎堆比较深的 记录比较深 所以说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来讲 它也不是一个好的买点了 所以还是要 整条防御盘 那么像五矿稀土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达了一个视角 什么 尤其是昨天最高 二十六 二十九块六毛六 是需要小心预警的 而且呢 咱们抢了一个经验之谈 就属于率先 气账启动的 那么呢 它有可能会率先坚顶 那么昨天 给出一个上一线 今天呢 直接一个跳空低开 而且呢 今天是那最低的时候呢 它是调到了将近 接近7% 负的7% 所以说呢 它的仗的一个局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不过呢 当前武军还是没有破 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跟踪视角 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是呢 当前先看一下武军 能不能锁得住 锁得住 后面呢 如果说反暴 力度强 还能延续 它的强势状态 如果说呢 不能给反暴 武军也收不上 那么呢 可以去 再度向下 考验13年军线 或考验前面的 这样一个激劣 这是五矿稀土的一个 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广升有事 广升有事的话呢 那么昨天咱们就涨到了 他作为前天的日内龙头 那么昨天呢 直接找盘的时间呢 涨停 但是呢 开板 开板之后呢 有一个长上瘾 高开地走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独立的因素 或者非常不好的一个呈现 因为呢 代表的是资金不但分歧 而且是出货的一个态度了 那么今天呢 直接是一跳红低开 也是呢 向下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也是五军未破 五军未破呢 只不过再往下的话呢 各向之类各 各再往下呢 可是认为他可能会存在一次短期的 调整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向上反弹的可能性 因为呢 距离下方的平台 距离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比较近 再往下的话呢 可能认为 再次出现 就是再往下的话呢 可能立为短期的机会点 可能也是比较宁静的 只不过呢 再往上看他能不能力度够不够力强 就是预期如果说强则流弱的话呢 那么可能就是反出一下 也是卖点 这是广生有事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圣和资源 圣和资源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也是前面是说一个补涨的一个周 一个存在 补涨的存在的话呢 给足够三千两百 然后呢 昨天也是呢 右上心 右上心呢 代表多空是运利敌 但是呢 也是再往上的话呢 其实和浅高呢 只有一步之遥 只有一步之遥的话呢 成压 那么呢 出现今天的回撤 今天回撤的话也是 考验了武军 因为我们会发现的 不管是像广生圣和 还是像 武框 他都是什么贴着武军 如果武军守得住的话呢 不排除 可能会有严 以武军作为一个防守卫来讲 他可能会有一个向上反弹的一个需要 但是呢 增加力度了 如果武军守不住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圣和 刚才呢 像圣和的话呢 再往下 他考验呢 也是下方这样的平台的一个节点 这个平台的节点的话 也就是从军的维度来讲 考压一下十三年军线 那么十年军线的话呢 我们来看他在历史上也是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调整 调整的话呢 十三年军线不破 震一下 来上去 十年军线不破 震一下 还有向上反弹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下方这个平台的话呢 相邻比较近 那么呢 前面没有突破之间是一个中速延伸 以待现场突破 那么这个位置呢 用是一个支撑区域 也可以呢 期待一次三成本级级别300 这是圣和资源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厦门物业 下面物业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前面二十八块八毛八 拜拜 他是有谐音的 然后呢 到今天调整的话呢 像昨天给出这样的一个长商营 高北十字星 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是属于低开 瞎探 瞎探的话呢 也是五军未破 五军未破的话呢 不过 他不是属于西土方向的 具有一定的整体性 除了个别 今天像包岗之外 像包岗北方之外 其他各国基本上都属于 相似的剧情 那么像厦门物业站的 个股的话呢 其实当前的一个 技术特征的话呢 也是高速不胜寒的一种 节点 因为呢 下方 先从军性的围度呢 先看五军 然后呢 从平台角度来讲 距离下方的直升平台 还是有些距离了 所以说呢 这类个股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一旦 一旦 偏离 明显的连雨 急速中高之后呢 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 给出卖出的一个信号的 后面的话呢 可能也是 对于整个西土方向的话呢 后面阵营会落 回落过之后的话 可能还有一个 震浪 或者是相反的一个动作 但是力度 大小 空间 多少 这块呢 需要去跟 所以说呢 咱们在昨天的时间 觉得呢 还是比较 好 在那个昨天 这样子讲的呢 西土龙头 北方西土涨停 五框盛河 广盛夏美物业 重点强调的是 虚防风险 而且的话呢 对于 西土方向的话呢 其实咱们 是从 像是从三月份 一直以来的话呢 不管是对于西土也好 对于有势也好 对于周术 它是不断的 有这样的进入跟踪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老朋友来讲呢 只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收听 相信大家呢 能够 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其实呢 跟踪的一个事情呢 不在于 对于当下来讲 我们要知道强弱 然而在过程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变化 就属于呢 什么情况下 是一种弱转强 什么情况下 是一个临界点 什么情况下 是一个趋势延伸和跟踪 什么情况下 防范是 走坏 那么当前呢 对于西土 其实埃古来讲的话呢 除了西土之外 那么呢 像例如像半导体 它已经进入下半段的炒作了 也说呢 属于像高速不胜寒 那么像离电池的话呢 这两天的高潮过程呢 其实慢慢的也没有好的埋电了 那么后面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节奏 还有什么呢 一个维度是有机会呢 其实还是挖掘一些 呃 有异己直升的同时 要么呢 就两类 要么就属于底部还没有启动的 就是呢 刚刚或者刚刚出入底部的 就属于呢 只是只是一个维度 要么呢 就属于 哎 现在已经是 还进入到后半面了 但是看他调整的幅度 如果说有一个调整的幅度的话呢 不管是离电池也好 还是说是 像 稀土 有色也好 尤其是稀土 如果说呢 上下子 如果说调整了深一点 给出一笔下 出现一个强底分 又会成为新的一个机会点 这个机会点的话呢 可能至于多少不值得 但是呢 出现这种信号 他是大面积的 像例如厦门物业五旷系图 北方系图 最起码他可能会存在一次三十分钟级别 三百的机会点 就他调整了 如果说充分 可能就会更好的机会点 调整不充分的话呢 那么 当前 他是后半个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呢 更加小心一点 更加当心一点 好 呃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呃 内容 同时的话呢 也是这一次的话呢 不管是像厦门物业 还是五 矿稀土 还是圣核资源 大家呢 会发现 咱们前面用简单的这样均线口诀 偏零五军 不可追偏零五军 可简直偏零五军 发挥条 一个非常简单的视角 其实是很容易去 规避这样的一个调整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 呃留言 点赞 那么对于稀土也好 对于其他的板块也好 不管是新的日点 还是新的风险点 嗯 修长的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听分享 好 再见 再见